官方晚安 歡迎鎖定前線版百 我是鄧凱銘 中秋節快樂 到了中秋佳節 那今天看到雖然台股修飾 不過在行情的表現當中 大家都關注的 就在於中秋之後 到底有沒有變盤之說 到底是變上還是變下呢 9月有沒有續漲的持續條件 因為其實算一算第三季 也到了最後一個月 這一季的表現 其實很多個股 還是可圈可點 算是長得很強 弱得也許很弱 但是選股不選市 還是可以有不錯績效的 特別說到了 到底中秋有沒有變盤之說 今天請到幾位專家 一意的要幫投資朋友做解析 今天現場請到的是裕堂 裕堂好 凱銘好 大家好 還有冠青來了 冠青好 凱銘好 大家好 另外世新 世新好 凱銘晚安 大家好 立刻來看到了今天中秋佳節 大家關注的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中秋節後 到底行情是變上變下 中秋節之後其實有很多變數 要特別留意 九月份的重要大事其實更重要 因為光是月底就有聯準會要開會 不只是聯準會開會 包括台灣央行要開會 日本央行要開會 最近還包括了美國八月份的物價指數 要公布就在九月十三號 公布之後大家就會比較有個底 到底聯準會升息會升級 這升息碼可能會影響到 全球股市的資金輪動跟變化 特別是最近外資這種賣法 似乎還不停手 可以講到的是包括 最近這兩天 有很多國家都是休市 因為都在過中秋節 不管是韓國 台灣 中國 還有香港 也都有中秋佳節的連續假期 好 今天想特別請到的是冠青 先請冠青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先說到了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每逢中秋必變盤嗎 是不是有這種可能呢 為什麼會有中秋變盤之說呢 變上還是變下 按照歷史經驗來講怎麼看 我想的確沒有錯 當然這是根據統計資料 事實上過去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不管中秋 清明 反正只要是一個節氣過後 一定是會漲會跌 股市就漲跟跌 或不漲不跌這樣而已 所以會有一些統計資料出現 那其實我們在這一次的統計資料裡面 我們統計了十年左右 事實上十年裡面發現到 事實上多半而言 其實中秋之後多半是漲的 所以大家應該很開心 中秋後是漲的機率高啊 對 沒有錯 但是當然也不用開心到過頭了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不用開心過頭 那以目前我們的資料可以看到 你看到過去十年以來 事實上我們有看到 如果是以後五日來講 平均上場機率是百分之七十 很高啊 對 沒有錯啊 所以勝率已經超過一半了 後十日的話百分之六十 後二十日百分之六十 所以原則上 不管是怎麼樣算的話 我想運氣好的話 因為說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百分之六十以上機會 他會漲 可是我剛剛講的 不用太開心 因為如果我們用平均漲幅來看的話 他告訴我們什麼事 奇怪 後五日才漲百分之零點八 為什麼後十日 不是說後十日會漲嗎 對啊 怎麼會變跌百分之零點二 這個數字就有點很奇怪了 明明都是漲的 為什麼漲幅的表現是負的 對啊 後二十日更慘 負零點八為什麼 這告訴你什麼 表示漲是一回事 但是呢 只要一跌都跌得很慘 這是我們看到的 每逢中秋片盤的說法 先做一個統計整理 但是呢 很重要就是聯準會的問題 我們剛剛有講到 今年很麻煩 就是中秋節後 才看到各國央行 準備陸陸續續開會 然後呢 還包括美國的CPI指數 即將要公告 這都是影響到聯準會 到底升息的鷹派態度 到底有多鷹 雖然說呢 前幾個禮拜 捷克森東會議的部分 已經看到了 鮑爾主席短短的幾分鐘談話 他就已經說清楚 我就是要壓通膨 也造成了股市修正上千點 這個美國股市的壓力很大 那這一次呢 我們看聯準會 到底是不是真的遍布遍盤 還是以聯準會的臉色為主啊 的確沒有錯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那個八分鐘的演講 簡短有力 所有人都知道他講什麼 可是呢 他講的話呢 這八分鐘講得非常的強硬啊 而且他已經告訴大家 所以我想狀況就告訴你說 經濟衰退 他是在所不息的嘛 甚至事後呢 後面好幾天 聯準會官員出來告訴大家 甚至有那種聯準會官員 一邊看著股市跌 告訴你說跌很好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很可怕 連續幾個交易日 我想美國股市 尤其科技股 是跌了鼻青臉腫的 但是事實上 我們這樣來講啦 事實上以現在來講 因為那八分鐘的一些談話 裡面還是有看到其實 明年的這個高 應該說明年的中性利率 事實上還是一樣 可能在百分之四左右 那之前是估多少 百分之三點七五 對不對 三點七五到百分之四 所以老實說我們用這樣來算法 因為目前的利率啊 還沒升期前 是百分之二點二五到百分之五 所以呢 如果到三點七五到百分之四的話 或是四以上的話 你看到 大概只有剩下六碼到七碼空間 其實意思是說 聯準會還要升至少六到七碼 可是應該不要說至少 因為只剩六碼到七碼了 只有這個空間 只剩六碼到七碼 對不對 所以一旦等到你看到 為什麼我們這樣算 其實現在很少人認為會升兩碼 因為畢竟這麼強硬談話 已經告訴你說我下一次 我一定是要強硬的升息嘛 對不對 現在是三碼的機會大 但是你看到 如果升完三碼之後 事實上也剩三到四碼空間 所以你說還能升多久 所以這次大家會在意再說 那會不會明年開始降息 可是目前為止 這些聯準會 包括是沒有講 但聯準會這些官員 出來告訴你說 不用不要太大期待 不要笑聲 對 不要太大期待 但是重點在於說 其實升的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幫大家沙盤推演 如果真的是只升兩碼 但是機會很小 對不對 那如果只升兩碼的話 很可能是怎麼樣 暗示未來放緩升息 因為兩碼兩碼兩碼 你看六個兩碼還有三次 我慢慢兩碼兩碼就好 對 那股市的反應可能會說 這好消息 趕快漲 對不對 這好消息 這所以是最好的 最好當然是兩碼 對 那如果是三碼的話 當然呢 就像現在一樣 現在多半預期是三碼 可是呢 三碼現在狀況是什麼 它是符合預期的 那符合預期 其實先前在預期之前 已經跌多 已經跌那麼多了 對不對 是不是該有所反彈 所以這邊怎麼樣 它也不算什麼利空出盡 對不對 它怎麼樣它反而是什麼 它可能是小漲 但現在最擔心什麼 如果升個四碼 四碼 對 那大家會怎麼想 不是只升六到七碼 那你這次升四碼 是後面升兩碼到三碼嗎 恐怕不是 恐怕呢 這個四啊 恐怕變五啊 要增加 會有這種聯想出現 因為不然你幹嘛升四碼 因為明明我升完三碼之後 後面還有兩碼兩碼 或兩碼一碼 那你這次升四碼 是不是暗示我後面兩碼兩碼 再加上去又加好幾次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就代表什麼 通膨壓力真的是壓不下 壓不下來 對啊 尤其你看到現在不只是美國 歐洲地區的空膨 也不輸美國 對不對 北溪一號 哇塞 現在說到斷工的話 那天然氣不找到天上去了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真的是升到三碼以上的話 同時我們要小心 我想這不是什麼利空出盡 這可能你看 唯一我告訴你 會跌就這個東西 加速趕底加速補跌 沒有錯 可是跌得更 應該說跌得更低 大家更有機會是這樣子 可是會跌就要怕 所以我們看到了 最好是兩碼 對 那符合預期就是三碼 這兩個其實都會讓股市至少 你覺得會漲 沒錯 反而是會上漲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 如果看聯準會臉色的話 怎麼沙盤推演 接下來的月底升息 但是呢 也講到說 現在既然9月的台股行情 有一個中秋節卡在中間 有沒有變盤支出還不知道 尤其今年聯準會的這個臉色還不確定 但是呢 以往的經驗來說 9月的台股其實跟美股一樣 也不是表現很好的 就是漲率並不高的是嗎 的確沒有錯 也不能說漲率不高 剛好平手 對不對你看到嘛 五次下跌 對不對 五次下跌 五次上漲 一半一半 但是呢 你看到這個 應該說這個的漲幅跟跌幅的話 算起來又差不多 所以好像就剛剛凱明聽到 說9月你也不用太大期待 大概就長那個樣子嘛 對不對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當然是9月份 他可能表現如此 可是留意到可能 第四季啊 其實第四季可能會比 會比9月還要好 好 因為以往的第四季 通常都是 對台股來講 甚至美股也是 多半而言 第四季因為一些新的夢想 開始編化 開始規劃了嘛 所以呢通常第四季 又會比9月還要好 好這是我們看到 9月台股的漲率也算出來了 只有五成 所以呢 現在選股很重要 對 投資如果說 就算是9月 那已經過了這個第三季了 一大半之後 最後這一個月 但是投資的亮點 我們還是可以鎖定哪個方向 甚至族群當中的個股 冠親心中的這個名單有哪些 所以我最近看到低軌衛星嘛 對不對 其實低軌衛星今年紅了很多年 為什麼 因為真的SpaceX 現在在天上 已經有三千顆以上了 而且你不要以為三千顆 一直在天上三千顆 事實上低軌衛星啊 他只能在天上 大概三到五年而已 他自動就會不能用了 所以呢取代應該說替代率 或者是包括說未來還要發射更多 所以呢 當今年開始 很多的一些公司開始起飛 你看到 台股不管怎麼跌 你看森達科 他一直高高掛在天上 今年做空單 如果你很倒楣 空到森達科的 應該是賺不到錢 空到嘎嘎叫 沒有錯對不對 然後另外也包括你看到從這個 應該說從五六月份開始 事實上你看到 劍漢的營收上來 為什麼 因為劍漢說 我們也開始出低軌衛星的貨了 甚至包括說我越南廠現在 這個假動率都全部都提高了 對不對 甚至包括在年初 應該說在五月份的時候 華通在股東會就告訴你 我們今年低軌衛星 你不要以為就SpaceX 他說其他的衛星公司 都來找我們下單 都是找他下單 因為他在PCV族群當中 還特別強 他也都沒有跌啊 對不對 哪有包括呢 應該說九月八月底 九月異軍突襲的這家公司 叫藥華 很有意思 他的現增股 八月十六日發放 發放完之後 很喜歡現增出來 是不是賣壓很重 沒有耶 他就一路上去了 因為他說他六月份開始 他也開始出低軌衛星 是 所以這些真的有出低軌衛星的 我想呢 可能都是值得去期待 對不對 那當然另外 我想這我們應該說政府的政策 生技嘛 生技很強 生技非常的強 第三季的亮點最多 生技股好飆 的確沒有錯啊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第二季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檔股票很強 叫什麼藥華藥 對不對 女神投資了嘛 藥王 這個張軍令投資的 他賺翻了 每個人都知道 對不對 但不是只有藥華藥在漲啊 你看到整個第三季開始 這個包括什麼 我們現在政府在推什麼 CDMO 寶瑞 對 寶瑞 我們之前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講過 在國家所推的這所CDMO 事實上這部分呢 事實上寶瑞 他本身他的一個龐大量能 不管是GSK的藥廠 或者包括他病下 這麼多年像病下來的藥廠 事實上在化學藥裡面 他是應該說獨佔凹頭 長勝 這也很有意思 我們可以看到從八月中開始 投信十張二十張買 你搞不懂他買什麼意思 新聞就來了 他的再生療法 他原來他是再生療法之王 他有辦法讓細胞再生 很多細胞 我想一死掉 他就長不出來了 所以如果有哪一天 腦細胞可以再生 因為腦細胞死掉 可能也長不出來 那不是每個人都變成聰明嗎 不過現在說細胞再生 對當然這個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什麼 細胞再生如果能用到癌症療法 因為現在他們已經在跟醫院實驗 一些什麼乳癌什麼癌的 這個在做搭配實驗 所以你看到投信怎麼十張二十張 他沒有買的像這個藥花藥 藥花藥投信買的很暴利 這個很貴啊 對啊 投信買一堆啊 台灣這個最大的基金 跟第二大基金投信 全部都持有藥花藥啊 那他這個沒有 十張二十張 你看到股價就一路慢慢漲上來 甚至整個八月份的營收 他十張八月中 也是表現非常好 所以這些應該都是值得 大家去參考的標的 好這是低微微金還有生計 另外除能 這也是政策方向利多了 的確沒有錯 當然除能也不是只有台灣政策方向 因為其實以前除能用不到那麼多 我們以前用核能就好 核能發完用不完怎麼辦 就浪費掉而已嘛 對不對 核能那麼好發 現在大家不用不用核能 對不對 那現在除能就是因為綠電的關係 綠電很麻煩啊 風小用風電 風小一點發比較少 就沒了 太陽被烏雲遮住就沒了 太陽能 颱風來的時候 也不用發電了 對不對 所以綠電需要怎麼樣 把已經發好的能量儲存下來 所以去看到 我們知道 除能龍頭弱以台灣來講 絕對是台泥 雖然目前 我們看不到他賺什麼錢 因為台泥主要的這個本業 水泥現在在中國真的很慘 這個今年上半年 所以他今年都轉型啦 積極轉型到綠能產業 他還告訴大家 張董事長跟大家講 他水泥要減產 為什麼 這東西沒有什麼利潤嘛 那他以後不能叫台泥囉 對 他要改名字 他要改名了嘛 台泥能源 對 所以他那些 他在台灣的一些能源廠 一些水泥廠 事實上也慢慢在改組了 投資朋友如果有興趣到這個花蓮看看 台泥那個園區 我們上次去看 這做蠻漂亮的 事實上你看到一些水泥的塊 水泥塊下面是裝什麼 裝電池的 對不對 所以未來建立很大的一些儲能場所 我想這是看台泥嘛 但是你要投資這種台泥 可能要很長遠的一個時間 因為畢竟從水泥廠轉到儲能場 我想可能五到十年可能是跑不掉 還有台達電 序準 AES 新勝利 的確沒有錯 台達電本來是標準 你要做那些儲能裡面 這些相關的一些晶片 你只能跟台達電買 對不對 很多都跟他這個合作 那你看到其實序準前一陣子怎麼樣 他差點變股王 對不對 他差點變股王 你很多人根本沒聽過 他美金成交量非常的小 為什麼 他做UPS 不斷電系統 也是儲能 對不對 那更不用講AES 其實以前掛牌兩三百塊 一度衝到將近兩千塊 對不對 現在股價在九百多塊 那你看到不知道什麼 新勝利 如果說以中小型來講的話 最近我們看到這個比較 對不對 開始在買新勝利 為什麼 因為新勝利 今年前七月份賺錢了 而且他以前是賠錢的公司 所以我想這些 我想整個的方向 包括像低軌衛星 升級或儲能 我想應該都是最近應該大家 從中有琢磨的方向 好 這就是我們看到接下來 是不是未來的投資方向 待會我們還會繼續講 包括第四季的行情部分 謝謝冠青 那剛剛這樣講的話 投資朋友比較清楚了解 現在的一個佈局方向怎麼走 但是不管是講現在的一個人氣主流 其實從第三季 雖然已經過了兩個月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第三季的漲幅 很強勢的個股有哪些呢 曾積丹 風雲榜出來了 漲幅都大於百分之五十以上 甚至有很多是漲好幾倍的 都在這個名單上幫您整理 什麼倫菲 金橋 泉友 晉紅 臺端 高麗 威盛 明望石 北極新藥業 艾地亞 劍達 成岩 東各遊艇 花星光 百岩 華金 陽明光 臺林 合一還有包括眾企 這都是第三季漲幅大於百分之五十以上 當然有很多還是一倍以上兩倍都有的 好 立刻呢 我們也請世青上來告訴大家 來看看這第三季行情的部分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續牆題材 真的是選股不選市 那真的九月份秋風少落葉 誰在這裡續漲股可以放心續爆 漲在幾個族群我也幫大家抓出來 那挑幾檔這個比較代表性的 生技 矽智財 太陽能 PEA 功率放大器 半導體設備跟晶片 那這個我大概看一下 也把他們二十年來 九月份的平均漲幅也抓給大家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這幾檔 掃一下 像這個健牙 他主要是有做這個防吐貼片 你化療可能會吐 那很奇怪 他不是用吃的 用吐的 用貼的就可以止吐 那我們健保前十大常用藥 他就佔了四個 而且還是前四個 跟這個肝炎相關的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世新 那當然說世新這個IP系日常 我們知道現在晶片很多都 應該說IC設計業都有庫存的問題 但是他也好 或是像是創意還是 這些都是接訂單 有多少單做多少事 對 甚至像智原 他們是委託設計 等於說他自己沒有做晶片 我就是說幫你設計幫你製造一個樣板 這樣比較不會有庫存 對 他沒有庫存的問題 而且他是有點說就是每一顆 算一顆一顆來抽那個矽日財 所以這個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 那平均九月真的有這樣 當然這檔股票沒有存在二十年 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再看一下太陽能的話 其實不只是聯合再生 我在跑資料的時候 有特別看了一下很奇怪 太陽能好幾檔 包括這個國塑 包括塑和 包括安吉 那我只是找這個漲幅相對比較大的 這個聯合再生 那九月份的時候 這個太陽能會漲 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原因 但是就數據來看的話 其實九月份 其實太陽能漲的機率其實是蠻大的 那再加上說現在我們國家的政策 還有美國的政策 甚至現在太陽能變成一種抗通膨的 對 補貼都在這裡 所以蠻奇怪的 對 那再來看這個PA 當然這個宏傑科 那其實穩貌九月也有漲 那只是比較起來 宏傑科漲得不多 漲得比較多 那這個我想原因 可能是這個九月開始 其實我們都知道蘋果開始拉 已經出了啦 不是拉後 其實都已經出了啦 但是他股價後面還會漲 可能是我覺得是可能後面追加訂單的 這些題材 那當然說宏傑科也好 我們去看他的K線 其實都已經跌了一大段 所以你如果說之前漲過 現在九月要再漲 我覺得機率就不是那麼大 可是這些股票 宏傑科文貌 其實前面都已經跌很大一段了 那最近你說他九月漲的機會 其實是相對就會高一點 那半導體設備的話 我們看加登 漲9%多 平均20年9月都漲 那再加上說最近很多國家 開始要半導體自主化 我們政府也推半導體要自主化 那像這個加登其實受惠 或者是樊宣啊 其他的盟利 其實受惠機會也會相對拉起來 那最後我們看威盛 威盛比較特殊啦 很多人把他列為元宇宙 其實他題材不只元宇宙啦 也有這個上海中國造星 這個造星的他有授權 可以收他的權利金 那另外他也有車用自駕的晶片 是他的試駕晶片 我們自駕車分五個等級 那他的晶片可以做到第四等級 幾乎快要自動駕駛 而且這個不是他自己講的 是Intel幫他去做認證的 所以有元宇宙有車用 還有這個中國的半導體的題材 其實九月機會蠻大 這就是剛剛事情幫我們跑出來的 真的是近二十年 其中這些個股在九月比較會漲 而且還有題材 剛好搭上現在正熱門的概念 謝謝士忻 那剛剛這樣講的話 投資朋友也剛好有一點方向 還有幾個禮拜時間 中秋節之後 是不是這些個股可以多加留意呢 但回到現場告訴大家說 第三季真的績效排行榜 就在剛剛我們看到 已經出爐了嘛 喝了國安基金之後 這些個股真的有喝到嗎 還是說漲自己的路呢 那些個股有國安基金在當靠山的嗎 好像不一定有 但是為什麼可以這麼強這麼漲 待會告訴你 那能不能夠安心續報 馬上回來